然後問一下嘉健這邊 因為你知道你之前也常來台北嘛 那這次因為現在等於是在台北做一個 算新的出發嗎 那你在台北有沒有什麼 對台北有沒有什麼感想 或是你特別喜歡吃台北的什麼料理之類的 台灣東西好多喔 很好吃嗎 真的很好吃 尤其是小吃 我以前超愛吃那個飯糰 飯糰 然後永和豆漿 永和豆漿 對那個鹹豆漿 我覺得超特別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吃過這東西 那你吃那種我們台灣才有的特別的失溫 比如說豬血糕 我不敢動了 我真的不敢吃 我嘗試過咬一口 但如果不要告訴你它是豬血糕 你會覺得它好吃嗎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怕它的名字 大家都是怕它的名字 也很多人吃 像我就騙過我外國朋友 在這吃完以後 我說你覺得這好不好吃 他說非常的好吃 然後就告訴他說 這個是怎麼做的 他就 其實不要告訴你是怎麼做 它其實是好吃的 嗯 我也是小時候被騙吃牛蛙 牛蛙 牛蛙嘴 可是看起來就很像雞腿 小時候不懂 然後就不怕 反而長大知道那是什麼 我就不敢去吃它了 所以下次 我們請公司幫你 他臭碎 那你們吃過什麼 特別的 比較特別的 比較特別的東西 除了飯糰 你們吃過什麼 鴨血 然後臭豆腐 臭豆腐我也不敢動 可是我都有嘗試 我一羞蛋我去快暈了 真的 快暈了 你好脆弱 因為我不吃榴槤的 就那種 我沒有吃榴槤 味道很重的東西 總是可以吃一下臭豆腐吧 對啊 這兩個味道不一樣 一個很香耶 真的嗎 哇 那我是怪人 我是怪人 下次就把鼻子捏起來 然後就把它吃掉 可是就像 捏起來也是修到 有一點味道 噢 然後其實剛才有問題 就是說 欸琳達在裡面 會做早餐啊 那以前 有沒有常常做給 之前的親密伴侶吃過呢 有可能比較 我 有 會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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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準備飯盒 哈哈哈哈 偷秀 我以為我們認識了 哈哈 我準備 準備一下飯盒 所以是那種愛心飯盒嗎 對就會 會嘗試啊 我相信女生戀愛的時候 都會嘗試 做東西 就像我們這次 在微電影裡面 表現的 我就是要 要用示範 讓她 記起來我的那個感覺 就你看到我了 然後你 可能買單離開了 你還是 嘴巴還有剛剛 我幫她調配的 美日特產 對 然後想到說 哇想到這個我就想到領導 肚子餓了 我想去那邊 或是離開的時候 啊肚子好開心 就是都可以 我覺得這一定的啊 要抓住她的衛線 是我覺得這樣子才能夠抓到男人的心 對 那你呢 你本身有沒有做過什麼比較浪漫的事情啊 浪漫的事情啊 對 嗯 做 做菜 做飯嗎 不行 我會做一些手工的東西 手工的東西 手工的東西 沒有啦 那是女生做的 我就做那個相框 啊相框 手工自己做的相框 手工自己做相框 嗯 哇 他死手還蠻巧的耶 對啊 因為我是念建築師的嘛 那我自己有做 每次以前要做那些model 就是固執的 對 哦 念建築系的 我看我一些朋友做這樣 模型 對模型 做得很晚 就每天很累 在做那個 熬夜啊每天 就是很像拿 好像拿放大鏡做小人物的俠一樣 是 超辛苦的 可是男生這樣子做這個事情 沒有給女生會 會感動到 會感動到 對 那我們討論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在這個 你好謝謝裡面 其實是講到他有那個 間接性失憶嘛 那如果在生活當中 如果是遇到這樣的另一半 你們倆會怎麼樣處理啊 不聯絡 哈哈哈 我領導好直接 就是不聯絡 誰有這麼多耐心啊 沒有啦 嗯 你會怎麼樣 我會幫他記 記起所有的東西 記起所有的東西 對 哇就像裡面的 琳達一樣 對 幫助他記下來很多東西 我很有耐心 我會很好照顧 然後 幫他記起所有的東西 然後寫很多字條 讓他今天要做什麼做什麼 哇好感動喔 我覺得是這樣子吧 控制 對方 控制對方 沒有錯 蛤 你不要出門 對 你不要出門 就是你一天臉都一直對著我 對 比較大男人的 你可以就是有這種 對 我無法耶 因為我覺得像 像我在裡面是老闆娘的角色 她真的很細心 看三個六十五天 為了你謝家健設計 每一個不同的餐 好餐 然後 這樣子有耐心的 其實琳達老闆娘就是本身 搞不好沒有 因為我要快很準 事實都要很快 琳達就是每天活腿蛋 要不要吃 對 然後我要精準 不然我會很容易那個 很心煩 但是她反而會比較細膩 她比較細膩 你是不一樣的雙子耶 對 她可能是雙子就另外一邊這樣跑出來了 你什麼細心 我是A 我是O型 O型比較free 比較free A比較C一點 比較細膩一點 對 那其實剛才 有什麼玩笑呢 幹嘛笑 Lina你剛剛有什麼 因為我 長得跟她比較對戲的時候 有些說她的語法 我就講說 還好現在沒有要播出 可是現在是平哥幫Live 我無法幫你修語法 不會啦 沒有沒事沒事 沒事 因為通常男生不會這樣講 男生都說什麼 喂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人 剛剛其實有人問到說 現實生活中 兩人除了演藝事業以外 如果不做演藝事業的話 會選擇什麼樣的行業來做 你是我嗎 對啊 好多人問我這問題 對啊 除了打電腦 打電腦 我有很多夢想 都想去追 然後現階段的話 比如說專輯 很棒在音樂的路上 然後接下來就是有電影 演戲 然後自己 有想過 其實就像這個 你好謝謝一樣 想要做一個生意 小生意 想做生意 對 就是也是跟吃有關 吃有關 因為是 是 食衣住行 食衣住行 那吃東西是跟人最貼近的 跟人最貼近的 對我還蠻想的 所以你也蠻喜歡跟人家做 溝通的 做貼近的 對啊 你有沒有想做別的 我也是很喜歡開 Cafe 是嗎 對然後是一種 比較安靜的 就是那種 讓很多人來 就是靜靜的作者 可能去看書 大家可能會一直看你 很多女性客 同胞 那你就穿個 背心 大家會一直看你 要嗎 這個老闆變態吧 現在就是 咖啡廳很多人一進去 就是當低頭豬 就開始玩自己手機 或者是筆電 但是我覺得 那是 反而出來就是要大家互動 就是一個 你不覺得現在雖然 資訊很發達 但有時候朋友在一起 他們大概就開始看手機 然後開始玩 那像我一些朋友 可能坐在咖啡廳 明明就是大家一起出來喝咖啡 那就開始做起來 然後開始app 然後開始就 我app你我app你 那何必出來呢 對 那其實我覺得 你好謝謝 就很棒的一個中心思想 實際上大家很難 遇見愛情 幾萬分之一 七十一萬分之一 七十萬 我們人的一生中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 OK 我們人的一生中 會遇到兩千多萬個人 就是比如說我跟你投手 欸這個多一個 可是真的遇到愛情是 七十 七十萬分之一 七十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 這個機率很低 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在咖啡廳的時候 如果你多抬頭起來一秒鐘 比如說 他謝家健 就不用一直拍他的食物 他可以多看一下 我這個美麗的老闆娘 他可能就會墜入愛河 就是大家要給自己 生活上多一些機會 去認識身旁的人事物 好 然後我們剛剛 其實這樣問說 欸其實在這部戲裡面 因為 雖然在同一個場景 那在等戲的時候 你們兩位之後 怎麼要打發時間 怎麼打發時間 你會怎麼打發時間 練古語嗎 我啊 就是很典型的啊 拿手機出來 拿手機出來 拍照 拍照 要不然就跟粉絲聊天 嗯 跟粉絲聊天 上網跟粉絲聊天 Facebook 對 那琳達咧 我 我要看我那天心情 看妳那天心情 對 如果那天我心情不好的話 我就可能不講話 就看旁邊 然後就不耐煩 那我那天心情很好 我就哇跟大家講笑話啊 或者是看大家在幹嘛 對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 對 喔了解 然後聽說 我們剛剛有講說 欸這一次的主題曲 好像是謝家健 這一次 對 這一次有看到各大MTV MV都在播這一個 這一次這首歌 然後剛剛有人問說 可不可以輕唱個兩 輕唱個幾句啊 輕唱個幾句啊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嗎 好啊 那我們就來 掌聲鼓勵一下 謝家健 好 最後還是要謝謝你寂寞 混亂的思緒終於能放空 阻止我 夢想世上 在人群裡 拼命逃亡 哇 哇 你看到神拍拍手啊 好聽啊 Linda也可以帶來一段 喔 Baby 喔 今天要打電影啦 就打電影 沒關係嘛 因為我們上次也是 很多Linda的粉絲都喜歡聽 聽Linda的歌 其實齁 他們不只會唱 唉唷 小心小心 還好嗎 其實我們都不只會唱歌 那其實今天晚上呢 在9點24分的時候 PTV呢 也會播放這張 這個 你好 謝謝這部微電影 那 拍戲前的參考準備工作 我們剛剛有人問說 拍戲前有準備什麼工作啊 因為之前有 演這部戲的時候 剛好之前有間接行詩 你可以講啊 這是你的主意 這都是你的主意 有沒有參考一些什麼樣其他的東西啊 其實這個角色是我自己想要說 要演的 然後我就提議公司說 能不能夠做這樣的 讓我去演 這間歇性失憶症的男生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跟 往常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不會太正常 那你以前的角色 大家都是演什麼 要不要跟台灣的朋友 以前的角色 就有流氓啊 或者是公子啊 或者是貧窮貴公子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貧窮貴公子 對 比較正常的啦 或者是 就想得到的那些 office的那些工作人員 那我想說 能不能夠讓我有一個 不一樣的 心情的那種感受 心情的感受 對 所以這個角色 所以這個角色是 來自於你 這個idea是來自於你 是 他就跟導演跟編劇講說 我要演有失憶症的人 對 我覺得超棒 嗯 還不錯 因為程式人都會想要 忘掉一些不想忘的東西 但是他卻是 忘掉了他最心疼的東西 嗯 這個還蠻妙的 所以這個角色的idea 其實是來自謝嘉堅這邊 對 然後你要看到最精湛的演技 就是9點24分 一定要看PTV好不好 嗯 然後最後 其實昨天啊 是你好謝謝的 應該算首映嗎 算是個記者會嘛 對 那兩個都穿得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 我們謝先生 還在現場呢 小小的露了一下那個 壯碩的胸肌 所以我們 剛剛有人問說 欸 是不是有人 可以在我們可以 也可以回饋網友一下 可以 偷偷看一下 你的 小小的腹肌 或者是胸肌之類的 這 大家現在要玩飯了 真的嗎 這樣會有點 持育不振啊 會不會更餓了 對 會嗎 喔 我怕大家可以 真的嗎 可以嗎 可以喔 那就小間露一下 你看到那個 唉唷 你知道這會重播 真的嗎 對 他們會重播 我們這個 當然就是有助於 我們等一下會就是 你好謝謝 我們就是要公 24分你好謝謝好不好 然後好 那我們就是 在最後面呢 我們就是再回答幾題 網友的問題好不好 好 比如說剛剛兩位 剛剛都唱得非常好聽啊 這唯電影的劇情 是來自哪裡 其實剛剛謝嘉賓已經 講得非常明白 就是來自於他的idea了 然後 好 就這樣加油 好 會唱的 會唱又會演的 雙子 雙子最佳組合 Linda什麼時候開演唱會 我期待了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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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買演唱會票嗎 我可以 跳嗎 你要跳 這樣可能沒有人會來喔 不要這樣子喔 演唱會還是要 我就在下面看啊 不一定喔 搞不好你跳也有效果 沒有我在下面看 然後我這一邊跳 然後你也在跳 耶 然後跟我一起摔動 好 那我最後面我們再來 再重新講一下 這個時間呢 就是在今天晚上的 匹克幫的匹TV頻道呢 在9點24分呢 就請到琳達 廖宇晴 還有我們的謝家健 所主演的 你好謝謝 嗯 非常的感動 你一定要打開你的電腦 或者是你的手機 上網看你好謝謝好不好 然後我們最後我們就跟網友說聲拜拜了 好不好 好 各位匹TV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呢這次演的你好謝謝 是 希望你們可以鎖定匹TV 拜拜 拜拜 然後最後我們欣賞一下 謝家健所帶著 你好謝謝的MV喔 拜拜